这位年姐说 说这个横树法师 其实是非常自在 又很关心朋友 说他明明是出家人 可是老师 他一看你就觉得 你需要补一补 他老师要炖鸡汤 给你补一补 法师真的太照顾周边的人 然后让我觉得受同若惊 然后会 因为你会觉得说 法师应该就是吃树 至少一个礼拜要吃个三四天 我们印象当中 但是你知道吗 他每次看到我 他就说 哎呦 那个年长玉 你怎么你又闹肠胃的 怎么样 因为我常常 之前我 现在是好多了 之前就肠胃不舒服 常常脏气 常常拉肚子 他就说 快快快 那个地址给我 我叫我炖鸡汤 给你送去这样子 然后就说 要不然我做一桌菜给你吃 然后就是要补 这样子 他就说鸡汤 是经常过在嘴巴上 他常常就说 你又不舒服了 你肚子又怎么样了 这样不行 这个人们元气都没有了 我叫人家炖一锅鸡汤 给你送过去 什么土鸡汤之类的 他是用一种 很自在平常的心 对待这些朋友 所以说法师的自在还 虽然现在是修法剃度了 但是其实 他私底下还是 超级爱美的女生 很爱美 我跟你讲 我跟他 跟他几次 就是出去 你就说你悄悄观察他 他像今天来录影 他是不来摄影棚里面化妆的 他说我绝对不会素颜出门 我会光着一张脸那样出门 然后我整个妆都会好的 衣服什么都会好好的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不能让你们看到我 年轻就这样 在家里就全妆出门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是动感割后 性感割新的时候 我都全副武装都穿好了 化好妆再进射影棚 我不会在记者面前 观众面前在那边 在那边化妆 我不要 要保持完美的形象 对啊 而且你看他这个 包括这个帽子 还有里面绑的那个头巾 全部是自己这样设定 自己去准备 所以法师 你现在每年定期 也会买买新衣服 还是做夹装 我现在都穿得比较中性一点 因为 当然在金色里 我都穿夹装 我还是一个大光头 走来走去 我好想看你夹装 你的夹装有 下一次 下一次 看起来很有福气 你有多少套 百万夹装 太多了 真的 会不会什么色系的 或者是有香亮片的 今天本来要穿夹装来 后来想说 一穿夹装 太严肃了 对不对 所以就不能讲 好美 你有多少套夹装 有多少套夹装 五六十套 五六十套 那有没有分什么系列 比方说今天有人请我证婚 我就穿红色的夹装 红色夹装 好美 还有人往生的话 我要去碾项 我要穿白色的 然后绣着新金 很漂亮的 是 有 那还有什么的 各种 在日本买的夹装很贵 多贵 因为日本夹装多贵 那真的贵了 太贵了 我整买了几套买不下了 他很讲秀的 比较有趣的是 什么叫包场法郎 什么叫法郎包场 这个我来爆料 包场 他有一次 我跟他讲法师的妙事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有一次我们是帮他开一个记者会 也是个很 他要成立那个自在禅宗的记者会 结果他就说 他已经到了 我说记者会时间还没到 他说我在楼上里上来 我一上去 是一间法郎 然后没有别的客人 只有他一个 他说我今天包场 把那法郎包下来 我说因为他那天是正式记者会 所以他穿袈裟 他是光头造型 不像今天这样 对啊 你要做什么造型 对啊 他把法郎抛下来 他说第一 我要在这边先那个缓一下 休息一下 缓一下 然后当然有个造型师也在旁边 帮他这样加减看啊 弄啊 还是要 要弄什么啊 都没头发 都没什么啊 我的义母很麻烦啦 是要弄衣服 头上都没头发 要弄什么 加点粉 不然出油 不好看 我的衣服太麻烦了 他很像日本和服那种 可是他还是有帮你弄一下 你的头发 有没有 要擦点粉 要不要 那不用啦 不用啦 头发不用烦恼 我的衣服很麻烦啦 我的衣服一辆旁边有护法在 所以呢 我这些衣服也没有机会穿 等于在那边穿啊 就做整个的 整 仪绒 整形啊 在那边站 那边做一座这样子 就是弄到非常好 它才要出来 所以那法郎就整个包下来这样子 你刚才叫你那个鸡汤我还没补充啊 你补充 补充 对不对 对 你那鸡汤都煮什么 就光清鸡汤啊 不是 因为他 他现在好像胖了一点了 我胖了一点 好胖了 他之前太瘦了 太瘦了 我跟你讲 不要小看这个鸡汤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 这个很瘦的人啊 因为他每天我看他玩露营啊 通告很多嘛 那段时间 所以就吃这个元气 但外面也有卖什么鸡精啊 当然也有 但是鸡汤是一只鸡 拿来一只炖 炖了四个钟头 然后那碗汤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把油去掉 哇 那个真的很补啊 对啊 我那时候就说 他没空我叫我家工人炖给他吃 他说不要 法师还要补充的吗 那我要进入下一个系列了 等一下还要三十分钟 真的啊 还要讲三十分钟 还要补充什么 你现在刚刚有没有 法郎有没有要补充的 那个 我那次的记者会 那个年姐说 总统规格也没有来那么多记者 就是我解释那个 大概五十家媒体 对啊 但是我上面有个小法郎 而且他们都开直播 直接把它播出去 我说 你不要叫客人了 我要在这边休息一下 然后他说师傅你要不要 剃头 我说好剃头 剃完头以后他再洗头 洗完头的时候 那个师傅就讲 师傅你要不要来一点润丝啊 我说润什么丝啊 就说当天真的有这样子吗 对不对 润皮啊 真的有啦 我都光头了 润皮 他们习惯了 师傅 要用一个润丝吗 是吗 就跟头儿说润什么丝啊 润 润皮啦 润丝 润皮润皮 对啊 我先润丝一下 没得人会太干的肝脾 这样 对 我们要请教一下 吴美玲老师 哪些心灵笔画的人 比谁都清楚自己 很多人都是 都是眼睛心都在看别人的错误 看老公的错误啊 看老板的错误啊 看子女的错误 很少人看清楚自己的 看清楚自己的人比较少 但是看清楚自己的人呢 他本身自我察觉力比较高 这个就是 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七化 十二化 十七 二十三 二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七的人 因为这些人本身比较冷静 冷静的人呢 就比较容易察觉自己 年杰有 这个是啊 法师也有 法师十二 这是什么 十二 他对你的格 就是说 你有十二 十二人会怎么样 比较会察觉自己 比较冷静 很多人都在每一天 都在观看别人的错误 虽然每一天都会批评别人 但是比较会察觉自己的人 就是本身他比较知道说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然后自己各方面 你知道很多女生在感情上 为什么会苦 有一些男生在事业 为什么老是都会做的失败 因为他从来没有察觉到说自己的缺点在哪 然后自己的优势在哪 所以有这些比划的人呢 他本身就是很会自我察觉 你知道很多女生在婚姻里面是一种痛苦 他明明知道这个男孩子不好 但是因为他孤单寂寞 他就必须依赖着他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察觉到说 这个人根本不适合他 所以他会在爱里面一直勉强一直痛苦 但是有这些比划的人他就不一样了 他会觉得说这个人不适合 我们三观不适合 既然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那我呢 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解决 做一个了断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在痛苦里面早一点爬出来 那有这些比划 有这些比划的人呢 在事业上或者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呢 都会比较理智一点 有一些人 为什么人生都过得很苦 然后事业也做得不好 人际关系也做得不好 因为他不够果断 不够看清自己 那有这些比划的人 因为他的智慧比较高 所以别人在别人眼里 可能会觉得他是一种无情 但是并不是 他是属于一种智慧 有智慧的人呢 就比较容易断舍离 不好的朋友就马上断掉就好 断掉这个圈子 或者是不好的感情 就是断掉就好 但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看清自己的 看清自己的人呢 对自己是比较残酷一点 莲姐 你有没有这样子 有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好残忍 可是你残忍之后 你就觉得说 我做这样是对的 有时候你 很久以后你会来想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决定 其实蛮 就你可以 当下就可以很 说理智是好听 有时候就真的很能写 就说那一段就断了 说断就断 然后事后也许会觉得 有点后悔 可是 可是不会再去 不会再重复 也不会再去 整个再去 不会 就会觉得说 够残忍 够冷 这样子 可是那个结果是对的 如果不看清楚自己的 没有办法去 先对自己残忍的人 那都一辈子都在迷糊里面 没错 所以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看起来是残忍 但是他先 先伤害自己 但是如果自己不去 断舍离的时候 他无法跳出那些痛苦 所以有这些笔画的人 感觉上比较 前面比较辛苦 但他后面都会越走越好 就像稻吃甘蔗一样 年纪也是属于这样子的 但是一个人要冷静的时候 才能够看清楚自己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这个呢 有这些笔画 如果有配到这个生肖的人呢 他是更能够看清楚自己 属虎跟属蛇的 因为属虎的 法师属虎 我老虎 是属虎吗 对 他属虎 因为老虎的人做事情是果断力的 你跟郭台铭童年差不多 对 你不是长胡子的 你们看到 对 你怎么最近长胡子 鼓虚 这个长胡子 今天 那你会想刮吗 不能刮 为什么 这个是长 瘦吗 对 我这眉毛眼眼 我这突然间长好多胡子了 真的 你看 真的 奇特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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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胡子不能刮对不对 老虎虚 不行 那个不能刮 是 来 这个呢 为什么我们配到 我们同样有这些笔画的人 其实很多 但是配到这种生肖 因为老虎本身 它是属于做事情果断力的 那蛇是属于冷静的 你要配到这两种生肖的时候 它是比较 能够更能够看清楚自己 我们讲过相似不单论 我们同样有这个 比如说有这些数字的人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很冷静的 但是如果配到这种生肖的人呢 它的冷静的程度 是比别人更高 这种大部分很多到最后 是做很多的大事业啦 或把自己的感情 把自己所有人生 都处理得非常好的人 好 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就是因为他容易看清楚自己 所以他很多人生 都把自己经营得非常非常的好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